阿蘇哈 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蘇 打戰爭時間啦 那經過昨天的留言之後呢 其實還蠻多觀眾跟哲平講一些小資訊喔 那就是超級必中的話呢 好像有超級必中的時候就不太會中我們的傳說機喔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是建議我就是沒有傳說 沒有超級必中的時候來抽我們傳說機 應該會比較容易中喔 但是這邊也有人說用單抽的來抽啦 但是其實後來哲平發現就是 如果你單抽的話呢 你基本上是花我們的那個 1500冠冠他會多中一個11抽啦 所以基本上最後一抽變成我們超級必中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有超級必中的話呢 我們還是抽我們的十連抽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那最近還蠻多人就是跟我講一些消息啦 比如說這些傳說系有到底好不好用或是甚麼之類的 但是你可能就不太認識哲平囉 因為哲平抽角色從來都不會因為他好不好用而去抽 而是因為他好不好看好不好 那這一次的話為什麼會想要讓哲平去抽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這隻阿 是個可愛的妹子阿 如果不是妹子的話我應該不會想要去抽 但是這一隻的話聽說好像還蠻可愛的 好像叫做蓋亞吧 所以今天的話呢應該就來試試看好不好 但是好像也有人說有人抽了差不多5萬塊 5萬罐頭好像也沒有抽中喔 那基本上這邊的話我們有11349啦 那蠻多人跟我講說半夜的時候抽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來看一下我們現在基本上是我們半夜的2點11分 通常我們特別關卡旁邊有這個開放中的話 就代表現在是半夜的時間喔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半夜是不是比較容易中我們的傳說西友好不好 我們就來試試看 基本上看一下今天能夠抽我們的幾抽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先來把我們的金券智商給他抽掉 搞不好就直接中傳說西友也不一定對不對 我們就來試試看啦 畢竟這是一隻妹妹好不好 妹妹的話我們就盡量把他抽到 那之後的話呢傳說西友 除非是哲平非常享受的妹妹 不然應該不會再去拚了啦 要不然真的是有點..有點很虧的感覺喔 因為還蠻多人都覺得就是其實用一些超級貓貓 就可以來頂替我們傳說西友的位置 那這個的話是一定的好不好 因為你基本上也不用一定要去抽到我們傳說西友 或是抽到我們的黑獸牙王 或是我們的右獸甲喔 那基本上就是看大家會喜歡這些角色啦 因為通常的話你就挑自己喜歡的角色來抽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畢竟你要玩這個遊戲一定要用一些你比較喜歡的角色對不對 那就是不管他到底厲害不厲害啦 我們就是使用他喔 像莫比霧斯的話我們也是用了很久這樣的感覺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三張金卷已經Gay下去了 然後沒什麼事情發生 我們就來抽第四張喔 今天的話應該看一下我們來抽個5000罐罐好了 不然我們抽30抽 30抽基本上是差不多4500罐罐 那我們今天就先抽個30抽看一下有沒有運氣喔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我們這個眾神系列的話 好像還會再開個幾天 那今天沒抽到的話我們明天來抽看一下 把我們這一罐頭抽完到底會不會中我們的這個 傳說西友 好 感覺最近好像都在作死 不過蓋亞真的 講得還不錯阿是不是各位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吧喔 喔倉庫太多了是不是 倉庫已滿無法轉蛋 呵呵呵 倉庫真的很滿好不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把它用出來 這太多東西了 目前來說這些角色的話我覺得啦 不然就先把他們全部都換成我們的 NP好了 因為沒有太多重要的 反正待會已經會再出現了 我們就先把它換成NP喔 太多隻了 好 那我們這邊全部清空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我們今天就先抽個30抽 4500罐給他下去 希望是能看到我們的傳說西友 那基本上不單抽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的11抽是多了一隻角色 而且那隻角色基本上會變成我們超級西友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就沒有單抽的必要啦 因為畢竟你那個1500罐的話 是抽我們的11連抽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好 第一隻我們跳跳貓 再來第二隻是我們的 弱虎獸 最近其實還蠻多人一直慫恿我說 要不要把這隻抽出來啦 我也在想 因為 嘖 蓋啊 好像還不錯 好 第三隻是我們的這個 短手的弓箭手貓貓喔 感覺好像蠻難抽的 第四隻是我們的 機西友的這個 我們的駭客貓 還不錯 那基本上大家也可以從這個機率來去看一下 究竟我們的那個 超級必中的那個機率是有多高 這樣的感覺 就是除了我們最後一隻超級必中 那其他隻超級的機率到底有多高 其實還算是蠻低的啦 其實我覺得建議大家不要做這種傻事喔 因為哲平只是最近剛好 可能失心瘋好不好 想要花錢 我們就來抽一下傳說西友 基本上不建議大家做這種事情 但是我還是蠻想要抽一些傳說西友角色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性能 因為每次都聽到一大堆觀眾就是說 唉唷 自己抽到傳說西友了 到底好不好用 其實我半隻傳說西友都沒有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喔 我們就直接來抽抽看 目前來說應該是等我們最後一隻了 所以感覺有點尷尬啦 抽不到什麼東西 會不會有傳說西友呢 感覺最後一隻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超級必中的超級必中的 那個角色啦 所以就 哇塞又是海神 哇 我看我今天的這30抽 如果能夠抽到我們象神 或是我們的那個天召 我就已經算是很ok了喔 好 我們就二話不多說 直接再繼續下去喔 罐頭多多 就直接給他下落去啦 沒有關係 好 這是我們第20抽 看一下會不會中什麼東西 這就是我們另外一隻的 基西友的那個地底部隊啦 這個的話這個系列我還沒湊滿喔 還不錯 這隻地底戰隊 木樁丁 好像還行啦 還蠻可愛的 再來是我們的班長貓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到底會不會出呢 到底會不會出我們傳說西友呢 其實我自己個人還是蠻期待的 因為我以前抽到這麼久喔 抽這麼久我都還沒看過傳說西友喔 看一下大家能不能給我一些運氣 手開始在抖了 麥卡莉 好 再來是我們極劍貓 這一次的話應該又是我們 最後一隻才是保底了啦 應該是喔 那希望不要再海神了 拜託 不要再給我海神了好不好 給個天照啊 或是相神都好 拜託讓我眾神激烈畢欸 不要再給我海神了 好 這是我們的肉骨獸 欸 感覺有點可怕可怕的喔 完全抽不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人魚貓 好 再來是誰呢 看一下 再來是誰 再來是速點貓 應該下一隻差不多就要換我們超級稀有了 拜託來個天照或是我們的相神吧 好 這是跳跳貓 所以還有一隻 這隻下面應該就是了 來看一下跳跳貓下面是誰喔 你有沒有看到 相神或是天照啊 有啊 就在我旁邊 不是 我這兩天都在抽這個系列 好不好 怎麼都是中這兩隻啊 不是時空女神 就是我們的海神 這卡池是只剩下這兩隻的是不是 永遠都是這兩隻欸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話 再來看一下我們最後一抽好不好 那明天的話基本上這個系列還在 所以哲平應該還會再拼一次 畢竟看到就是蓋亞啊 或是我們學員的學員技的話 哲平應該都會拼到底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我們 就是想要的傳說稀有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十抽 能不能中我們的傳說稀有啦 應該是有點困難喔 來吧 喔 又是這個木狀丁 這木狀丁剛剛來過一次了 所以就還好 感覺還好 然後再繼續抽喔 結果如果要中傳說稀有的話 就是我們到了 那個最後一隻的前面那十隻 比較有機會 所以這邊全部都是稀有的話 就是蠻虧的好不好 又是海盜貓貓 好吧 來吧 再來是誰 薩瑪貓 看來其實我昨天的話算是比較好運啦 因為我們前幾天的話算是比較好運 因為前幾天有抽到兩隻喔 好 魔女貓 再來是什麽 所以從這邊看的話 大家就可以知道 就是貓戰的話就是 喔 宙斯 沒事沒事 我想說傳說稀有了 嚇死我了 好啦 宙斯阿 沒事沒事 沒什麽事情發生 各位不要太驚訝好不好 沒事沒事 好不好 什麽都沒有發生好不好 宙斯一隻 然後這基本上就讓大家看到喔 基本上我這個貓戰的話就是慢慢抽啦 不用一次抽太快 因為你就算一直這樣 像哲平很多罐頭這樣連抽 也是很容易把罐頭抽光 而且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不是那麽的建議大家就是 那麽的積極的去花罐頭喔 只是我是想要抽蓋亞的 所以就給他花下去了 最後一隻的話呢來看一下啊 這邊的話應該是最後一隻的 希望是相神或是天造喔 還沒有 還沒到 這邊是我們的船長貓 基本上這一次的話還算好運啦 中了宙斯喔 那最後一隻來罐天造或是我們的 相神 等一下 不是 這最後一隻保底就只有我們的海神跟 時空女神嗎 我的天 不是這樣子的吧 每一次都是這樣子喔 好啦好啦好啦 既然我們最終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今天就40抽了好不好 直接40抽下去了 不管 那明天再做最後的30抽 把我們這罐頭全部抽完 好不好 我就是這麽絕 好不好 我就是這麽想要蓋亞啊好不好 最好是蓋亞就趕快給我才出現好不好 跳跳貓 好 荒狼熊貓 快速帶過 地底殼 這個超過了這就還好 再來 海盜貓 看來又是沒有了 下垂哥哥 各位 快拉住哲平喔 哲平在往一個無底坑跳喔 天阿 貓咪翻掌QQ 然後這個是 毒煞貓 再來是搖滾貓 好啦 看最後一隻啦 這一次如果最後一隻 還是我們的時空女神或是海神的話 我真的會直接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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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幹跳貓貓 看一下吧 我覺得最關鍵也不是已經到我們傳說西遊了啦 已經在我們最後一隻超級西遊到底是哪一個了 目前來說我這個系列的話 還剩天召跟相神 看就只有剩這兩隻喔 可是我們這邊抽了差不多40抽 還是沒有抽到這兩隻 所以你就知道貓戰有多難抽囉 好 看一下是誰 還沒到 跳跳貓 再來看來是誰 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相神或是天召啊 有啊 他們在我旁邊 是齁 來看一下 下一抽 好啦 至少換一個新的了 但是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好不好 這是我們守護之神阿努比斯啊 好啦 GG 好 那今天是做了40抽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有觀眾好像告訴哲平 就是哲平好像在抽個幾次 有可能會有一隻傳說西遊好不好 都市傳說好不好 所以之後的話 明天應該是最後的一次了 所以明天應該會把我們的5349罐全部給大家抽光光 看一下就是 能不能順利的抽到我們的蓋亞好不好 所以大家希望今天看到這部影片之後呢 可以幫我集氣一下 可以幫我集氣一下嗎 拜託 求求你們了好不好 我今天無緣無故就抽了我們的40抽好不好 什麼事情都沒幹 就是在那邊抽卡 但是 從這邊的話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重複率還算是蠻高的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大家就是不要那麼急 就是慢慢抽就好了好不好 就是不用那麼急 就是想到什麼角色一定要把他全部抽滿 對於冒戰這款遊戲來說的話 絕對不要有這種想法 要不然你就會跟哲平一樣 除非你跟那個 我們的大課長一樣啦 是有那個5萬多罐的好不好 人家聽說好像是抽了5萬多罐 或是抽了3單吧 才抽到一隻傳說西遊 所以基本上呢 你沒有足夠的資金的話 希望不要做這種傻事喔 那 目前來說哲平 是清風啦好不好 所以大家 可以幫哲平集氣 或是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不要再抽了 之類的好不好 那哲平再來思考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適時抽到這邊啦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連一隻新角都沒有喔 不過至少是有中了還蠻多隻 不同的角色啦 可以讓他們加上去這樣的感覺喔 那你覺得哲平今天真的是 發了波一樣 一直抽真的很有趣的話 可以往影片點個喜歡囉 每天早上10點 中午12點跟晚上5點半 跟晚上7點跟晚上9點多的影片喔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半夜的中獎機率有沒有比較高呢 那大家也可以從這部影片來去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比較高囉 那我在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